主题灯 请灯 感动的瞬间 两条各长288尺的巨型翔龙 盘旋在云水间 东禅寺灯会龙腾飞跃 从高空秒看 整座的寺院道场灯火通明 震撼无比 佛广山西马太印教区 总主持绝成法师 带领着贵逼们 进行主灯的亮灯仪式 同时也在现场播放 西运大师与人家龙 幸福村姻缘纪录片 在播出献给传灯的人 短片之后 攻读西运大师为献灯祈愿文 感动在场所有人 西运大师强调的人间佛教 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造 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 不同种族的人民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努力 打造一个美好和谐的 马来西亚的社会 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中 我们更必须维持团结意志 应对挑战 如平安灯会这项农历新年庆典的文化活动 标志着我们在加强马来西亚文化 多元和团结互助的承诺 我肯定在各种族的宗教群体之间 增进理解的过程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均匀法师所写的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的主题 所以这个主题也跟我们马来西亚 作为一个多元社会的这个坐影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美丽的马来西亚 我们共同的目标 希望大家能够像今年的灯会主题一样 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 这一天贵宾云集 众人对马来西亚的未来充满着光明 但不只期待灯会 精彩的更不容错过 首度举办佛光春晚迎新年的文化节目 在首集团表演马中古典中揭开了序幕 表演分为云水 自在 祥和 欢喜四个阶段 从中国红回大马的歌手李佩玲 新加坡艺人刘玲玲 大马歌手罗艺诗 还有黎声明合唱 佛教音乐制作兼歌手黄慧英 蒲公英合唱团 黄一飞与喵喵组合 以及黄一飞带领的佛光啦啦队等节目 包括佛曲 明歌 老歌 现代歌曲等不同的曲风 丰富了整场佛光春晚的内容 而今年的平安灯灯会有十大亮点 除了巨型金龙花灯 还有多盏副灯 像是龙舟灯 三滴龙女成佛灯 新闻大师莫宝智慧法语灯 全民阅读书展 教育展 美术馆新春特展 还有素食一条街 剑四义卖会等 过年期间 要让大马地区的民众感受 满满的新年氛围 在新的一年 身心灵更加的富足 人机会是马来西亚人家龙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